我们来看到八位蓝营的 政治首长特别到中国去拼观光 他们见到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双方相谈甚欢 对方就说 如果可以接受九二共识的话 不要说什么拼观光 拼农业 拼渔业 大家互相来交流 不过现在也传出说 接下来中国的观光客 到台湾的时候 只会到蓝营执政的地方观光 那如果绿营执政的地方 他们就不来了吗 我们要请问 观光真的要跟政治 连结得如此紧密吗 另外这件事情我们看到 观光客的确陆客少非常多 但是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菲律宾 包括香港 包括韩国 包括日本 增加相当多 到底什么样的中国观光客 会是我们台湾愿意接受的 到底什么样的中国观光客 到台湾来 真的会让台湾的观光 再创荣景呢 蓝营的首长 到中国拼观光 我们台湾的首领的首领 我们台湾的首领 我们台湾的首领 花莲新港部昆琪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 新竹县长邱静淳 八位蓝营执政的县市长 跟代表 到北京跟政协主席于政生 由台湾主任张志军 开心地握手寒暄 中国更当场释放大力多 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就欢迎扩大交流 不管是观光 还是农产品 通通没问题 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就欢迎八县市 到中国推销农产品 也会让中国的企业 到八个县市采购农产品 乐见八县市 赴中国推销旅游 以及加强城市之间的 高科技产业交流合作 另外鼓励八县市 加强文化交流 促进青年交流 也要扩大福建沿海 跟金马的交流 另外解决八县市 民众关心的问题 更拍板决定 要邀请八个县市 年底到北京举办展览 不过这些好康 绿营执政的县市 统统没有 让绿营立委们气得痛批 习有五三桂 今有兰巴奴 讽刺这些县市长 是去中国朝供 请问如果说这一次 到中国这样子来观光 真的将来 陆客到台湾来 既有访问 既有到兰营执政的县 去观光的话 那个路线会很难规划不是吗 可能这个地方玩一玩 然后就必须跳哪几个县市 难道中国观光客到这个地方来 真的会因为政治的关系 选择什么地方去玩 什么地方不去玩吗 按照中国大陆 目前的政治体制来讲 它是一个威权政体 当然它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 如果团体旅游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大陆的团体旅游 还是旅行社 旅行社安排大部分都是国营的旅行社 所以自由行是比较难的 因为自由行它乱走 你不能控制它 你像台北有很多地方 它也不能玩 新北它也不能玩 台中还有很多这个 更北部的地方也不行 对 如果是团体旅游的话 当然大陆可以控制 基本上来讲 如果说要避开民进党执政县市 现在有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它从哪边落地 因为现在桃园机场 台中机场 高雄都是民进党执政 那很怪 除了它坐船 坐船到台北港下来 因为新北市这次是有去 八个县市首长之一 新北市也有去 副市长有去 副市长有去 所以新北可以落地 然后去这个 我们看到可以去女王头 去那边走一走 然后直接要杀到花莲 因为中间是宜蘭 宜蘭就不能下来了 花莲 台东 台东也可以去 然后完了之后 屏东 高雄不行 台南不行 然后直接要杀到哪里 杀到日月潭 南投 教授 我听你这样讲 可是你脸书上面写说 会创台湾旅游史上记录 是更辉煌的记录还是怎样 这不是台湾旅游史 世界旅游史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可以这样来控制观光客的 这会觉得很滑稽 你这个旅游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简单来看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对不对 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规划 而不是用政治 用跳岛式的方式 你说滑稽的记录 对 就这不可思议 全世界有这样的一种 方式的旅游方式吗 万一用政治力 只能够去某些地方 然后某些地方不能去 例如说 好 现在只能去日月潭 越南投的县长 就是有去大陆 那嘉一县长没有去了 阿里山就不能去了 对不对 台北市也不能去了 故宫不能去 101不能去了 反而要去哪里 反而要去新竹跟苗栗 可是我们到新竹跟苗栗 过去8年 路客基本上都是不去的 为什么 因为新竹跟苗栗 没有什么观光的资源 地方比较小 像苗栗都山城比较多 苗栗除非你去马家庄 不然你要去哪里 那你又不好玩 又不好玩 对 而且团体旅游 绝对不会安排那个行程 因为它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 那你照理这样讲 新竹苗栗就要赶快去找观光客来 对 所以我觉得新竹苗栗 他们过去8年 是马正 这两个县市也是 国民党的执政县市 过去马政府执政8年 他们似乎没有得到好处 这次不晓得会不会 遇到一个好的机会 反而是民进党执政 因为他们是这两个县市 也去了北京 张志军也说 我们会给你这个观光客 所以这两个县市 或许会脾及泰来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 但是新竹跟苗栗不可否认 它的观光资源的确是不够的 有没有足够能够支撑这个市场 不要到说观光客 到了新竹苗栗 不知道要去哪里参观 这也是蛮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观光就是观光 但是我们看到大陆这一次 是用政治的力量 来去介入观光的市场 甚至想做这种安排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路客来讲 他们一定也是不高兴 为什么 到台湾没办法去阿里塞 没办法去故宫 没办法来101 没办法去101 反而要去新竹 苗栗 这些地方 可能不是很著名的景点 可能台南 高雄 这些很特别的景点 他们也去不了 对 我觉得对于路客来讲 也是不公平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大陆 我是觉得大陆应该不至于这么 去操作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违反了市场的一个规律 虽然大陆的观光 他政府可以操作 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时的 因为市场还是最主要的 你不可能一直用这个政治力去介入 我相信大陆的民众 到最后干脆就不来台湾了 其实讲观光客的部分 这个数字很明显 这是8月份的数字 你看今年的8月跟去年的8月 在路客的部分真的少了30% 你看日本多了30 韩国多了40万 菲律宾多了21 泰国多了67 因为泰国免签 对不对 然后越南多了32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增加的话 可能我们的经济因此会更好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 就是一个说法 你如果说路客只去这8个县市 其他的县市就去招待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泰国 又搞这样分裂 就变成市场区格 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日韩观光客 也不太喜欢遇到路客 因为路客第一个很吵杂 对不对 然后不守秩序 你们就去这8个县市 我们其他的观光客 像日本 韩国 他们就可以到故宫 可以更充容 更悠闲的去参观 不用跟路客擠了 这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个政策 第一个 我觉得他要实施起来 其实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 只会让大家真的知道 路客就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工具 你听话 我给你路客 你支持九二共识 我给你 你不支持 我就不给 让台湾民众更看清楚 中共这个统战的手段 第三个 我觉得他本来是想要做差别对待 就是说你这个8个县市 你支持九二共识 我给你路客 其他我不给 差别对待 让你们感受到这个差别性 但是搞不好这样市场 一区隔之后反而会刺激更多 国外观光客来台湾 因为他不会碰到路客 路客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减少 所以到最后总体的观光客数量 可能还会增加 这个就对于本来他想用这个方式 来制裁民进党 或者是给小英好看的 当初的初衷 就反而达不到效果了 所以我觉得大陆真的 我觉得他不要做这样一个 我觉得是不聪明的事情 观光就让他自由的发展 你用政治力去介入 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的确 我们最近开放了泰国跟温南的免签 看起来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当然蔡英文上台说 走个新南向政策 虽然我们看起来 还没有具体的政策 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推波助澜 已经看出一些具体效果了 包括我们看到像泰国增加 今天70%的观光客 如果我们再加强力度去增加的话 因为接下来可能会增加 对越南 对马来西亚的免签症 或者是印尼的免签症 我相信对于这些东南亚观光客的增加 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教授 你赞成陆客到台湾来吗 中国观光客 你觉得什么样的观光客 是我们需要 而且我们可以接受的 我们当然欢迎陆客 但是我们也知道陆客是全世界 最容易受政治操作的一个客源 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大陆 他的旅行社都是国营的 他可以随时把这个水流都关起来 你不听话就把你关起来 例如说我们看到香港就这个例子 197年香港魂归之后 大陆改他这个观光客给他自由行 可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战中运动出现之后 雨伞革命出来之后 他立刻就把观光客给缩减了 所以香港现在几乎没有观光客了 所以大陆观光客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最不稳定 为什么 他最容易受政治力所影响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陆客对我们来讲 是最简单的 我们不用学第二外语 对不对 文化也比较接近 但是他因为受政治的影响太大 我们就不能够把鸡蛋 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除了政治力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 我们来看冀州岛 冀州岛其实很漂亮 不过你知道吗 冀州岛现在被很多中国人 炒地皮 炒到那个房子瞎到不行 而且也因此当地传出 很多治安事件 对 我们知道冀州岛 它是目前来讲 它的最大的观光客客源 就是中国大陆 它基本上有当近7成的观光客 都是来自于大陆 我们知道这个韩国一年 大概有610万的观光客 的陆客 610万 有一半就到了冀州岛 冀州岛其实只比香港稍微大一点点 那么小 对 那么小 对 所以它一年大概 它去年就将有300万的陆客 很厉害的 对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对于整个冀州岛来讲 它将近观光客来讲是最大的一个 也是最大的投资的来源地 将近有7成的投资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资金 但是也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因为大量投资造成当地的房地产 不断的飙涨 我们看到就是说 跟过去来比 它的房地产的价格一直飙涨 让当地民众买不起房子 另外的 因为它对这个 冀州岛虽然是对陆克 是采取也是一个免签证的 韩国其他地方还不能免签证 冀州岛是唯一可以的 所以很方便 所以我们知道大陆人 非常喜欢去冀州岛 不用再缴签证费用 不用办手续 但是因为来去自如 也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 9月17号有一个50岁的男子 他冲到了一个教堂 天主教教堂 去把一个在做祷告的 一个61岁的妇女给杀掉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当时心情不好 他曾经有两段不好的婚姻 他对他的前妻有怨恨 他到了这个教堂之后 他也不分青红照白 随机杀人 情绪可能上来 就把这个女性给杀掉了 然后我们看到在今年 在这个月初也发生就是 8名路客去殴打一个 烧鹿店的一个韩国的老板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板叫他 叫他们这个路客 不可以带这个饮料进去饮用 你要用就要用这个店里面的饮料 不能自己带酒水进去 这个路客他带了这个烧酒进去 他要喝 结果被韩国的这个女老板的阻止 就造成了殴打 造成这个女老板也受伤 我们看到从最近以来 整个韩国这个冀州岛的犯罪率里面来讲 最高的这个外国观光客的犯罪率 其中就是路客 因为人最多 对 不过找这个中国观光客到当地 真的是两面认 他们还推出 刚刚说的免签证对不对 还可以办投资移民 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投很多的钱下去 他可以拿到韩国的这个国籍 对 他们只要就是说 你如果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金额 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所谓的投资移民 7亿韩币就可以两年的 可以居住 签证 三年以上还得到这个永久居留权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激州岛 一些好的房子或者房地产 虽然看见房地产非常的景气 一无难求 但是也造成当地民众买不起房子 因为物价都飙涨了 很多的大陆人去韩国去投资移民 然后去买房子 但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所谓的自由型或者是免签证的情况 也造成当地民众 对于大陆民众的一个反弹 所以最近也有开始有人连署 要希望停止对于路克的免签证 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 有347个外国人在激州岛犯罪 其中70%都是大陆人 占了240人 所以这个犯罪率是非常的高 再加上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这个 在激州岛的路克的犯罪的事件 越来越多 使得这些激州岛当地的民众 他们开始连署 就是停止对路克进行免签 我们看到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在激州岛采取的 也是一贯的一条龙的经营模式 就是我在激州岛 由大陆投资 饭店 旅行社 车队 餐厅 对 所以这些路克到了激州岛 事实上他们的消费 都是一条龙被大陆人所赚买 不是我一条龙的别人被想赚 韩国当地赚不到他们的钱 除了就是你可能就是在餐厅打工的 或者这些人可能 韩国人可以赚到钱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因为 我们如果去韩国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韩国所有的餐厅 大部分的服务生是什么人 就是大陆留学生 而且会讲中文 会讲中文 其实这些留学生到韩国去念大学 他们主要不是念书 一个是打工 一个就是做生意 什么东西 把韩国的药专品一包一包的 送回中国大陆去 用这个托运的方式 他们做这个生意 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激州岛 这些当地的民众 其实他们在没有办法获利的 为什么 全部被大陆的一条龙所控制 而这些餐厅 饭店的这些服务人员 也大部分都是大陆留学生 所以变成韩国人说 我们激州岛是提供地方 让大陆来赚钱 这个一条龙的问题 在台湾同样发生 我们目前看到台湾也是如此 就是港支的旅行社来台湾 并购台湾的旅行社 看起来旅行社老板是台湾人 施葬后面是港支 然后他们又买了台湾的什么 珠宝店 珊瑚店 买了车队等等 变成也是一条龙的方式 所以我们知道最近这个问题 在泰国也是非常严重 因为过去以来 大陆最早是就在泰国 实施这个一条龙 所以最近泰国的总理下令 开始彻查 不许大陆再在泰国 采取这个一条龙 为什么 搞到半天对于泰国的经济 没有太多的帮助 反而带来是很多的问题 俄罗斯最近他们的业者 也开始抗议了 就是不能 大陆他就有个习惯 我到任何国家去 我就玩这一套 但是他也很聪明 有些国家他就不敢玩 例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日本 他就知道日本的法令规范 很严格 他们就不敢做这个事情 可是他到韩国 到台湾 到东南亚国家 他就操作这个一条龙 这个就变成说肥嘴不落外人田 完全被中国大陆 完全被他所一网打击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当地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陆克这么多人到冀州岛去 可是去投资 去移民 去买房子 去旅游 可是现在引发这个冀州岛 移到中国恐慌症 他们对大陆产生一种莫名恐慌 恐慌什么 他们觉得冀州岛快变成中国岛了 甚至认为冀州岛变成是一个 中国大陆的殖民地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 甚至出现一个名词叫寒奸 就是说什么叫寒奸 就是冀州岛的民众 把一些土地卖给了这个 大陆的建商 盖房子 当然哄抬了当地的房地产 这些人就被称为寒奸 就要出卖韩国的利益 所谓寒奸是什么时候被说的 是在这个我们知道在日本 占领韩国时期 当时我们知道1895年 这个《马关条约》之后 韩国虽然独立 后来日本并吞了 当时韩国有一些人 是支持并吞的 甚至跟日本领域外合的 这个叫做寒奸 这些人后来在1945年 到今天为止 这些人都是被称为 就是等于是一个叛国贼 到今天为止他们的财产 韩国政府还在追的 可是现在这个名词 竟然变成是在冀州岛的韩国人 你把土地卖给中国大陆 就被称为韩奸 这的确可见就是说 目前在冀州岛的韩国人 他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 本来他们是很欢迎 这些观光客的 因为这些人对韩国 对冀州岛的经济是有帮助的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摩擦 越来越多负面的问题出来之后 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越来越大 未来会不会变成是 他们要去甚至不欢迎路客 我觉得这可能 未来是值得观察的地方